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纪录本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产业公司呢 叫做Planetude 它的稳定啦 看比Matrix的产业股 OK 这间公司其实我以前有瞄到过 由于近期有我们的会员朋友就在底下评论 问我这间产业公司啦 然后我就 哎 感觉很久没有看它了 就随便打一下 搜索一下啦 发现到这间公司还是蛮适合在这段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OK 所以我们来从头开始认识这间企业 OK 这间产业公司啦 其实它是一间 上市了差不多24年的产业股 虽然讲它主要有做房地产开发 不过它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呢 就是它有去多元化它的业务 去到了酒店行业 它有基建 它也买很多酒店去经营 所以它的营业额部分呢 可以讲是不分上下的 有一半是产业 一半是酒店 而从2001年呢 集团进军酒店业到现在呢 目前它在马来西亚 韩国跟日本都有酒店 然后加起来的客房数量也有2000多间 OK 所以酒店行业我们要讲去评估这个资产呢 我简单跟大家讲啦 也就是讲哦 你建了一栋公寓 原本是可以卖2000个优业的 不过你没有把它卖出去 然后你自己hold着 你做出租 OK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产业股会这样子做的原因 因为这些东西能够让它获得一些比较稳定的回报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Planetude的营业额来源啦 从右边这个图里面发现到呢 Property Development贡献了2亿2000万的营业额 Hotel Operation则是贡献了1亿4000万的营业额 不过在去年的时候呢 其实Property只贡献了1亿2000万啦 酒店贡献了9000万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水平 不过由于啦 我们都知道咯 最近的一年啦 产业就是卖得很好 所以Planetude啦 它的产业也是卖得很好 导致到它的产业部门的revenue几乎翻了一倍 而在盈利方面也是增加到了非常多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呢 产业部门是赚一次性的钱的引擎 虽然讲毛利不好啦 然后不可持续性啦 不过这笔盈利真的是很好赚 OK 如果你对比很多企业来讲啦 我认为产业公司还是相对的好赚钱的 So 大多数的产业公司是怎样的呢 它赚了这个一次性的钱 它会去买土地 再继续赚这个意思性的钱 一直发展下去 然后这也是马来西亚产业公司的一个主轴啦 你会发现到上涨或者是体量最大的产业公司呢 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去玩的 当然有很多小众的产业公司啦 它卖了这个房地产的钱喔 它不喜欢买土地的 它可能会去派股息 或者去发展自己的产业 等等的东西都会发生 App Planetude就是其中一个奇葩啦 它的主要做法是呢 买酒店 OK 所以酒店义务就相对的特别一点喔 它是长期收入的engine来的 虽然讲你前期需要花很多钱去投入啦 OK 就是你要花几个月去买那个酒店 然后它给你的毁报 很像放定存这样 但是这笔钱是稳定的长期收益 因为我们要明白啦 钱是会贬值的 所以同一间酒店你10年前住 可能一个房间100块 不过等到你10年后去做呢 它可能起到150块 不过你要明白的是呢 10年前的收购成本是不变的 所以酒店资产是一个很好抗通膨的资产来的啦 好像我们打工书呢 就是去买物质来做投资嘛 主要是抗通膨 而大公司它不会去买物质 它就会买酒店去做投资 道理都相当的一样啦 所以二者结合之下呢 Planetube就会越来的越稳定咯 因为产业部门一直赚钱嘛 所以说拿这个钱一部分派股息 剩下的钱呢 我就去买更多酒店 所以长期而言 它的钱就一直在里面滚起来 所以这种生意模式呢 其实对于大老板来讲 是有一定的诱惑性在里面 因为大老板会相当的喜欢 稳定或是长期的recurring income的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产业项目 我相信哦 大多数的朋友 搞不好都有去看过它的产业项目 因为它在槟城 它在吉打的松盖布达尼 它在Johol的Daman Deserted Rao 或者是烏鲁地烂 以及在Bujong呢 都是有产业项目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产业公司 只是它比较低调 或许你买了它的物质 你都不知道 它是之前上市公司的物质 OK so 我可以讲啦 它的战略土地位置 是蛮值得受到我关注的一点 OK 除了是它的酒店之外啦 我认为它的土地 也相当的具有价值 那就是 它在Johol有400颗土地 在Selango有38颗 在吉打 也是主要集中在双西大年啦 有600多个颗的土地 并且还有88颗的土地 所以这些土地啦 我相信价值真的是很高 然后它是很多年前就买好了的 so它如果没有卖 它去建物质的话啦 哇 它绝对会赚到很多钱 这个毛利是很好的 因为土地的成本偏低 OK so如果它卖的话呢 可能会获得很多意识性的盈利 so我们可以看新闻 你会发现到哦 近期Johol的土地交易啊 真的是非常的频繁啊 导致到价格的溢价是越来越高 不管是IOI Property Group卖的土地 还是Equal World 或者是UEMS啦 你都看到哦 真的是赚了非常的多钱 所以你就会明白啦 Johol的土地在过去的20年 真的上涨了非常的多的 因此作为一个拥有400ECK在Johol的产业公司呢 的确它有一些NTA的低估在里面的 以及再来啦 房地产的售价也是一直在攀升 而Planetube的土地也是位于城市为主的地区 自然而然房地产的优势呢 Planetube是可以很明显的赚到这波钱的 虽然讲它没有很在意那个产业部门啦 就是它没有去买地啊去做新项目 它单单只要去做它现有的项目啦 你都可以看到 它的营业在过去一年翻了接近一倍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吗 有时候哦 土地的位置对于产业公司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要市场好 你的物质随便建 大家都会用一个很高的价钱跟你买下来 OK 所以这些土地很早就买了啦 但房价是买的话呢 它绝对不会讲 我这个土地是20年前买的哦 我的成本很低 所以我房价卖你20年前的房子价 大家绝对不要这样讲 它的房价呢 绝对是卖当下2024年6月的价格给你的 所以这导致到Planetude有机会把握到行业的趋势 因为它未来卖的物质的价格呢 是偏高的 然后它能够为这个公司拿到更多现金流 去买更多的酒店资产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产业项目啦 我可以跟大家讲 很可惜的就是呢 这个集团是没有公布AmbuSales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我过往去 filter产业公司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间公司排除在我的名单之外 因为我认为啦 产业还是要有AmbuSales 所以如果要了解这一点的朋友呢 记得订阅本频道啦 可能在未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AmbuSales在产业公司里面非常的重要 而你了解的哈啦 买产业股赚钱 真的是非常简单的 OK 第二点是以发展项目 开发速度和土地库存 个人啦 就大阪个人 很不负责任的认为啦 短期内应该会相当的不错 OK 所以我就有去study它的土地啊 它的达曼啊 它卖的物质啊 我认为啦 真的是它要见啦 真的是都会有人买的 所以自然而然 未来几年 只要房地产的趋势没有变 Planetude 在于Property Development的营业额 是不会有很大的下滑在里面的 虽然讲它没有公布AmbuSales 不过我个人真的很不负责任的认为啦 OK 因为我没有数据嘛 不过我只能通过土地啊 以及周围房地产的价格啦 认为它会是获得一个相当不错的revenue的机会在里面的 OK 所以长期而言 我个人是不大喜欢的啦 因为我还是更加喜欢数据能够透明一点的产业公司 因为如果大家都不透露 这样我觉得可以咯 我咬咬牙气研究深一点 我可以投资 不过如果大家大部分好的产业股都有透露AmbuSales的话呢 而你没有透露 会让我觉得你的投资的风险高了那么一丢丢啦 OK 个人想法 大家可以自己去消化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这个图啦 这个Turbel City的City Shop 以及Turbel City的Junction 很明显啦 其实在上面图 你有细心去看 在新山地区TamanTexterderbel 它有蛮多的产业项目 而这两个资产呢 也是这间公司旗下的资产 所以如果在新山多活动的朋友 你对这两个建筑物是不会很陌生的 因为它就在Turbel City的附近罢了 OK 再来我们往下看 我们会发现到它有土地嘛 这个是从官网发现到 它想要去出租它的土地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蛮特别的 因为很多公司哦 土地要发展那个产业嘛 可能短期内不会发展到啦 不过它是不会做出租的 不过呢 Planetude虽然有在它的官网上呢 讲要出租它的土地 所以在JohorTurbel有 所以在Johor的Turbel地区呢 它有蛮多片的土地啦 大概是24个Ekar是可以做List的 OK 在Gerda的Sungai Bhattani呢 它有两片空地 大概是7个Ekar 也可以去做出租的 所以这个东西 间接证明什么呢 间接证明啦 它在这个地区是有土地的 OK 当然你要看根系 你就可以去看到它的Annual Report 里面有写到非常的详细 这个土地的面积啊 在哪里啊 都有写给你看 而由于外部影片的时长关系呢 我就不跟大家聊到这么细了 OK So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酒店业务啦 也是我关注这间公司的重点 因为它跟评论真的很不一样 从右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它旗下在年报里面 公布它有的酒店 而在近期啦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些酒店会不会是很多年前买的 然后这间公司可能想法已经转变 不要发展酒店业务了 这个想法大家就想错了 因为这个公司很明显啦 在2001年进入到酒店行业过后呢 其实有消沉了一段时间啦 可能是比较专注在房地产开发 不过最近的两三年啦 它还是非常专注在酒店的 比如讲在去年的8月呢 它就要花1.14亿购买韩国的酒店 OK 我们看到这边已经有一个韩国酒店了啦 它就提到这个酒店呢 跟它购买的这个之前买的韩国酒店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会比较方便管理咯 OK 再来它在2020年啦 这个在疫情期间呢 它还花4.4亿马币 买了一个日本的酒店 OK 所以这个也是它近期几年啦 透露给我们啦 它还是想要专注在酒店业务的 以及 它还跟我们的ARREIT啦 买了那个Langawi的一个resort 卖价是1.45亿 所以种种迹象证明呢 只要它有钱 我认为它真的会持续的买酒店下去 因此喜欢稳定收入的朋友啦 或许Metrics你看到很显聊 Penitude则是一个比较我们可以观察的个股啦 因为它买了酒店 它的股息是相当稳定的 OK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酒店的寒冬期已经过去了啦 我们从这边看这个数据就可以发现到了 在Financial 2020酒店是亏3200万 到了2021是亏4600万 2022亏4300万 2023好一点亏2000万 而到了Financial 2024呢 终于是盈利了的 所以经过这4年的寒冬啦 我认为Penitude真的是很惨啦 因为你虽然讲房地产能够赚到钱啦 不过你扣掉酒店的业务哦 这里赚不多 OK 所以现在属于是它最舒服的一个时期 所以我作为管理生我都很爽啦 因为物质卖到又好 酒店又复苏到这么快 公司的盈利自然而然就会上涨到非常的迅速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最新这个 财政链所公布的数据啦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呢 它的 Hotel Operations啦 这里就已经显示有4900万的Segment Profit了 OK But我很难去计算啦 这个Deposition啊 跟这个Finance Cost啊 到底是要放在这个Property Development 还是酒店业务嘛 不过 不管怎样放啦 你大概大概都可以猜到 它已经赚了蛮多钱的 OK 主要原因是因为收购新的酒店喔 还有Revenue的大幅提升喔 这两个点 除了是市场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啦 也是 为什么Planetube的酒店业务 会恢复盈利的主要原因 至于是盈利多少啦 要扣除多少的Deposition 跟Finance Cost啦 我认为啦 我们很难去知道的 而我去翻看了它的年报跟季报的 Performance的讲解啊 都没有讲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投资者也不可以太过的吹猫求疵啦 可能要等到完整的年报出入 我们才可以发现到 它的盈利到底是多少 OK 所以我们再了解一下 Planetube的现金情况 我们从图中可以发现到 Planetube虽然讲手握4个亿的现金啦 不过它并不是一个净现金公司 因为它的总债务有4亿4900万 所以大概有4600万的净债务 OK 如果你按照Risk的计算发誓啦 你会发现到Planetube这间公司 真的是很划算 OK 因为它有这么多酒店 近乎在只有4000多万 OK So 这个东西 不用我去讲 你去看了NTA 你就会发现到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成立的 因为NTA高达4块4毛1 不过股价就1块6毛8 OK 所以为什么NTA这么高呢 OK 因为它有很多的酒店资产 OK 除了酒店资产之外啦 你要明白哦 它手上还握有土地和发展项目 而土地的估值呢 是不会去revaluation的 所以这个价值是远远高过它的NTA所展示的价格啦 OK 当然不是Planetube罢了啦 就是所有握有土地的产业股呢 都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啦 它的价值是挺高的 哪怕它没有进现金 OK So 如果未来Planetube能够分拆这个Risk上市呢 那么母公司将会成为超级现金股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想一下啊 它这么多的酒店资产啦 放进新的Risk里面呢 它是可以通过贷款先的 也就是讲 我虽然讲gearing不用应应逼到40多个percent啦 不过我gearing30个percent So这些酒店资产 属于是refinancing 在Risk里面 能够把这个钱 回补到母公司 所以这个钱 只要加进来 母公司绝对会成为一个超级现金股 不过可惜的是啦 Planetube在从2001年 踏入酒店行业 到现在呢 都没有做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它收购很多酒店啦 我就在想 在 利息开销上 在税务方面呢 会不会导致到Planetube的管理层 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在里面 把这个职场 剥离出去 成立另外一间的产货企业 OK 这个是我们可以持续追踪的事情 OK So Planetube的业绩呢 就如我所说啦 近期是增长的